回來看到高雄人物警方凌晨攔下了一輛酒駕的車輛 告訴她得扣車牌 但是呢 這個女駕駛是年約50歲保養得一的美魔女 就突然對著員警撒嬌 拜託放她一碼 但是警方遇救不為所動 以公共危險罪 將她移送法辦 開車搖搖晃晃 連大燈也沒開 警方立刻鳴笛 將她攔下 有沒有喝啦 有喝是不是 喝幾罐 車上走下一名女子長髮飄逸 身穿低胸小可愛 員警湊上一聞 果然有酒味 自己承認有喝 酒測也真的超飆了 當說得扣牌扣車 帶回警局時 這名女子開始懊惱 想要員警放她一碼 怎麼辦 來啦 先幫我簽名 車子可以領啊 你就酒駕你好倒楣 陳姓女子凌晨4點多 在高雄人物區水管路被警察攔下 酒駕的她 眼看員警不為所動 繼續嗲聲嗲氣 展現撒嬌的一面 還還有一張喔 可以放我過嗎 不行耶 第一次嗎 對啊 第一次就是比較 還是要接受啊 這名陳姓女子 講話聲音聽起來 還以為只有30歲左右 其實今年的她已經50歲了 保養得宜 但員警就算遇上美魔女 依舊將她上扣帶回 警方告知酒駕需要扣車扣牌 陳女聽到後 頻頻叫喊 哀求員警放過一碼 警方現場告知全力後逮捕陳女 酒駕被抓 如警方時常發聲 就算來了塞奈的美魔女 不斷向員警求饒 還是得一公公危險最嫌 一送真斑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